很多人會戲稱在台北買一間廁所要一千五萬 但這可不是事實 這過度被誇大了 但是這件事情放在香港呢 可能真的就會發生 在香港要買房子基本上已經算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了 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莫名其妙 這部影片就是為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部影片介紹過十大 比較起來台灣像是天堂的地方 不過那個主題原本是一集要講十個國家或地區的 但是發現實在太難了 因為很多國家跟地區如果要稍微講得詳細一點點 那時間就會拉得很長 所以莫名其妙決定把幾個主要的國家 或者是地方單獨分一集出來講 那這部影片介紹過了美國、日本和南韓等等的先進國家 那這幾個先進國家其實都有他們不好的一面 跟台灣比較起來 其實台灣在某些條件下是值得感到 感恩 值得你去珍惜的 那如果大家沒有看過剛莫名其妙所講到的 日本、南韓跟美國這些地方的話呢 可以從影片下方連結去收看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另外一個地區 他們跟台灣比較起來 真的是相當的辛苦 值得你去好好的感恩 你是生在這塊土地上 不過莫名其妙還是要聲明 我講這些國家和地區 不是要說明台灣就是一切好棒棒 也不是要去說這些國家和地區完全就是不好 完全就是被台灣給比下去 都不是 我只是想讓大家了解 各國都有各國都不好 因為沒得去羨慕別的國家 或者是一賣的貶低自己的國家 好了那我們就趕緊進入今天的主題 香港 前面有提到台灣的房價很高 那很多年輕人買不起 其實這要看你是買在什麼地方啦 那如果是在地下人潮的精華地區 那的確這個價格呢 就非常不OK啦 墨鏡哥為了也有買房的打算 所以一直都有在了解台灣房地產的相關資訊 墨鏡哥前前看到一個資訊 台北是台灣人所謂的天龍國 那邊的房價呢 平均一坪是50多萬 各位 如果你是還沒出社會的年輕人 或者是你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你還沒有去打算買房子的年輕人 你大概不會了解這50多萬是多麼誇張的數據喔 給各位幾個資料比較一下 墨鏡哥為了打算買房子的規劃是至少要有4房 那我理想中的坪數呢大概是在60坪左右 因為我們家人比較多 那我又希望有自己的一個工作室 所以呢我需要比較大的空間 好那如果是60坪 我要買在台北市的話 以這個平均價格 給他砍到最低50萬整數好了 那麼呢我光是買房子的價格 就要三千萬 而且這還是一般的可能 公寓型啦或者是比較老舊的那種房子 才有這種價格 那如果是大樓的話我看到的價格 我自己也嚇傻了 因為台北市平均大樓的價格呢 是70多萬 所以如果要一個60坪的規劃的話呢 以這樣的價格來算的話 那麼光房子本身的價格 就要來到4千多萬 各位4千多萬 好假設我22個畢業 然後一出社會就是月薪5萬塊錢 哇好棒棒 那我要不吃不喝多久 才能夠存到4千萬呢 各位我要800個月 不吃不喝才能夠存到4千萬 再來800個月換算下來是幾年呢 66年 所以以我這樣一個規劃 我根本就不可能在台北市買得起大樓 好那如果買不起 我又硬要想要買在台北 那我該怎麼辦呢 要嘛就是你不要買那麼大間的 要嘛就是買便宜的破舊的 年份高的房子 但是再怎麼樣 假設我只要30坪 我打折打一半 我不要60坪啊 那太誇張太貴了 好30坪乘上平均 每一坪是50萬 那麼呢 起碼也要1500萬 我才能夠在台北市買房 那這1500萬 我要不吃不喝多久 才買得起呢 假設我一出社會就是薪水5萬塊 那麼我也要300個月 不吃不喝 300個月是多久呢 25年 各位 如果一出社會領的就是 讓人呈現的5萬塊錢 而且可以 永久的領下去 那麼我只是想買個單純的 可能兩房一廳 或者是三房兩廳 這樣子的格局 我大概就要花個1000多萬了 而且我還要不吃不喝 25年才買得起 你說這樣的房價合理嗎 你說是不是太誇張了一點呢 不過其實台灣也不是 只有台北市地方可以買 那像木槿哥換到其他地區去看房子的話 這個價格就合理得多 有一瓶30萬左右的 也有一瓶27萬左右的 也有一瓶17萬左右的 那如果以我原本想要的60瓶的規劃的話呢 那假設是一瓶22萬好了 我只要1320萬 足足比剛剛的4000多萬還要省了3000萬左右 所以在台灣其實台北市你買不起 你可以換別的地方去買 不過相對你可能要犧牲很多你原本想要東東 但不管怎麼樣 最後面 如果在那買房 台灣還是你買得起的地方 只是地點如何 機能如何 犧牲了多少而已 那我講這些跟香港又有什麼關係呢 針對香港 墨鏡哥主要想講的就是他們的房價問題 在香港呢 要買房子基本上已經算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了 Mission Impossible 這首觀眾要說了 哇 墨鏡哥你口氣好大 香港真的有那麼誇張嗎 我告訴各位 真的就是這麼誇張 各位記得嗎 剛墨鏡哥講到了台灣精華中的精華 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平均單價是50多萬 大樓是70多萬 但是在香港 全香港平均房價 竟然每一坪要220萬 各位你真的沒有聽錯是220萬 很多人會戲稱 在台北買一間廁所要15萬 但這可不是事實 這過度被誇大了 更多的呢只是一個哭手 但是這件事情放在香港呢 可能真的就會發生 香港現在是全世界當中 房價最高的一個地方 什麼紐約什麼東京 什麼倫敦那些的 通通都不如香港來的誇張 那220萬是什麼感覺呢 假設我原本想住在台灣 買60瓶 我換去香港 我要花上 1億 3200萬 天啊我怎麼可能買得起 我要在香港買一個60瓶房子 那簡直比重樂透還難了 最後要想辦法辦到的話 墨鏡可能得去賣屁股喔 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明不休賣屁股 賣到駝鋼大腸被刺穿 被頂到肺然後頂到肺爆掉 哇這個賣屁股賣到菊花炸裂都還沒有辦法 太誇張了 墨鏡其實在好幾天就看到類似的新聞了 但是我那時候半醒半也是這麼誇張嘛 那今年年春的時候墨鏡想要買相機 然後去了台北裡面的三創 那三創就是裡面賣很多3C用品 或其他雜雜碎碎的通通 反正裡面3C產品很多 那裡面有很多的台灣旗艦店 然後就認識了其中一個賣相機的店員 那個店員剛剛好是香港過來的 為了想要了解香港是不是真的那麼誇張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發現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他是一個女店員大概年紀30歲左右 然後預計在台灣買房子 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香港其實不是薪水很高嗎 為什麼不在香港買房呢 他跟我說 在香港買個兩房一廳 20坪左右的房子 大概就要兩三千萬了 我一聽 蛤?兩三千萬? 他說對阿 這還是挑比較偏遠的地方 如果你買在比較靠近市中心 那大概要三四千萬五千萬 我說 這 你跟我說的是 同一個貨幣單位台幣嗎? 反正我怕我對香港的貨幣單位呢 搞錯了 我想說會不會要廚師還是城市等等 他跟我說對 這個就是台幣的價格 我說 天阿 你們香港房價 真的這麼誇張喔 他說現在香港呢 真的就是這樣 他說如果要買到30坪左右 然後 地段稍微 好一點的 那四千萬五千萬左右呢 是 基本款 我真的傻掉 我一開始跟他聊的其實是 欸你們香港收入都很高耶 起薪可能就三萬多 四萬左右 甚至四萬多 哪像我們台灣年輕人二十幾K這樣子 然後他才跟我聊到了 其實在香港根本就不可能買房子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會跟莫教育一樣 覺得就是香港的薪水很高 一出社會可能起薪就是三萬多塊錢 那 平均收入可能有個四萬多 對這的確事實 他們出社會薪水可能就是三萬多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可以四萬 或是五萬左右 不過各位你看看 如果你領的是 好 就像剛剛莫教育所講的 一出社會就領五萬 領到你老死 這夠棒了吧 還有多少個好工作像這樣子 但是你看 香港房價動輒兩三千萬 三四千萬 五千萬 那你到底要怎麼買房呢 你這一輩子你還有機會買房子嗎 老公跟老婆加小孩 通通都算五萬塊 通通算進去 你這一輩子 搞不好一樣沒有機會買房耶 一個進階的數據顯示 香港平均房價是 三千七百八十二萬元 豪宅平均價格是兩億一千七百萬 兩個數字都是世界第一 即使你要買到一個最普通的公寓 你也要是好有錢的有錢人 你才買得起 讓我們簡單來算一下 平均房價三千七百八十二萬 你要多少的收入你才買得起 我以台灣的角度去看 假設我工作二十年 我以不吃不喝的角度去看 要二十年買下它 那你的薪水要有多少 我算了一下 結果是你的月薪要高達十五萬七千五百元 你才買得起 你一出社會薪水差不多要有十六萬左右 那你工作二十年都中間不吃不喝 那恭喜你 二十年後呢 你就可以在香港買下一間 堪用的房子 好幾oney 好幾乎 我看要做什麼 我看想要做什麼 我看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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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小禮物 要送給你看 好多大 我看要看去